诸葛亮之兄 诸葛但效力无草味 兄弟三人 各效力一方 也皆忠心直视无一方 而未有二志 当初刘备遣诸葛亮通使无东吴 孙权对诸葛紧道 轻与孔明同产 且地随修 予以为顺 可以不留孔明 孔明若留从轻者 孤当以书解玄德 亦自随人而 诸葛紧却道 地量已尸身于人 为之定分 亦无二心 地之不留 由谨之不亡也 而当属汉与东吴交物时 有人向孙权告密说 诸葛紧思向险心人至属汉 有通敌之险 孙权道 孤与子于有死生不义之事 子于之不复孤 由孤之不复子于也 可以说孙权对诸葛锦极其信任 与器重 那么当诸葛锦已出世东吴 诸葛亮为何不去投靠兄长 而攻更 乌南扬呢 其一 与诸葛亮的交际圈有关 诸葛亮年幼丧父 而与其弟诸葛军 跟随其输入诸葛玄生活 诸葛玄曾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 而正当其前去赴任之际 却被朝廷任命的诸葛所替代 于是诸葛玄便去投奔了荆州刘表 诸葛玄去世后 诸葛亮便在南洋的龙中耕渡 其交际的圈子 也都是京乡名士 并娶了黄承燕之女为妻 而黄承燕在京乡颇有势力 黄承燕娶了蔡茂的长子为妻 而蔡茂的次子极为刘表的济世 可以说诸葛亮虽还演居卫士 但已经挤进了京乡的上层名流 反而身处江东的兄长 虽受孙权的器重 却并无深厚的根基 其二 与诸葛亮的宏愿有关 诸葛亮有中兴汉式的宏愿 而东吴的政权虽已比较稳定 却没有任何的名分 故而诸葛亮不愿意去效命乌东吴 而更倾向乌府的汉式踪心 以成帝王之业 而七十的刘备 虽系依附如刘表 无甚势力根基 但其颇得京乡名士之心 且对自己甚为器重 而使诸葛亮有欲民主之感 七三 投奔东吴 难展现自身的才华 诸葛亮以观众 乐意自比 自视甚高 而孙权的身边文武精才 已甚多 很难再获得非比寻常的重用 而刘备的身边 却缺乏一流的辅佐人才 正好可以施展自己的报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哦 词曲 李宗盛